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个知识点 教材给我们介绍国际市场进入模式 这个内容和16年教材相比 在内容上删除了很多 只是给我们主要介绍了 进入国际市场的几种模式的相关内容 那从过去考试来看 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考试概率 所以我要求大家一定要掌握 但是教材介绍这几种不同模式的时候 他们考试情况是不太完全一样 所以针对这几种不同模式 我们还需要把它区别复习 在这我们首先请大家先准确记住 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 总体有几种模式 三种 第一种叫出口 第二叫股权投资 第三叫非股权安排 从复习考试来看 我们建议大家重点复习是其中的股权投资 这个相对来说考试概率要稍微高一点 而出口以及非股权安排 相对来说考试概率会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这两种模式的相关内容 我们不建议大家过分的展开 适当了解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下边围绕这三个模式 我们再把它稍微展开做一下复习 我们首先看第一种模式就是出口 出口的相关内容在我们最近几年 从来没有出过题 是一个考试概率应该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教材原文很多的文字 很多的内容 我们不建议大家再去研究了 我们在这只是简单提炼了几句结论 大家如果有时间就可以依照 我的讲义所做的总结 把一些简单的结论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 了解就意味着我们稍微读一读就行了 这个地方不需要去过分的理解 也不需要大家去背 那关于什么叫出口 相信大家非常熟悉 我们如果简单的讲 所谓的出口就是指 相关产品的生产是在本国生产 然后利用某些通道或缓解 把产品直接转移给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市场 这叫出口 非常简单 那么谈到出口这种模式的时候 我们教材是从如下四个方面 给我们做进一步介绍 分别就是出口的时候 我们涉及出口到哪些国家和地区 那就是目标市场的选择 然后接着第二个呢 在确定了目标市场之后 我们要选择进入的战略 这个所谓的进入战略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 就是指当我们确定了出口的目的地国家之后 我们到底用什么的产品 来进入到对方国家市场 这就叫选择进入战略 所以它跟产品两个字是挂钩的 那接着第三个呢 给我们讲在出口的时候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分销渠道 和出口营销的相关知识 其实总体来讲 讲的就是分销 那第四个给我们讲出口市场的产品定价 这就是教材所讲的四个内容 如果大家对之前我们学过的知识很熟悉 你应该能够马上反映出 这四个内容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营销战略的套路 去把它掌握 第一个就是确定目标市场 确定完目标市场之后 在这个目标市场上 要确定营销组合 只不过呢 在我们教材讲营销组合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只涉及其中三个主要要素 产品的决策 渠道的决策和价格的决策 我们不会涉及更多的促销的相关内容 那我们用这个套路就可以帮助我们去 稍微掌握一下出口的基本框架 那框架我们了解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再进一步把它展开 看细节内容 首先涉及第一个就是目标市场的选择 那刚才解释过它的道理 我们企业在选择出口的时候 首先要决定 我们通过出口要进入哪些国家和地区 那这就是目标市场选择 在这个地方 教材又分了两个详细内容 第一 首先给我们讲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 那接着 第二个我们讲选择目标市场 这两个内容呢 有一定相关性 但是从考试角度来讲 都是考试概率很低的内容 同时我们教材在编写相关具体文字的时候 它都不是相关的理论 而是说根据过去 我们总结提炼的大量的有关出口的数据 我们所得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 它是不代表理论的 那因此大家呢 也没有必要去过分的去理解 或过分的去钻研它 我们只要简单的掌握 其中的主要线索基本的极论 有一点点印象 这就可以 那下面呢 我们现在第一个小的内容 就是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 什么叫目标市场区域路径呢 就是说对一个具体的企业 对一个具体的产品而言 在出口的时候 那这个出口它的整个路线 一般按照什么样的规律来呈现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 那么谈到目标市场区域路径的时候呢 要注意 教材呢 是分成了传统方式的路径和新型方式的路径 为什么分成传统跟新型呢 就是因为全世界有关贸易的环境总是在发生变化 我们这边所讲的贸易的主要只是国际贸易 那随着国际贸易的环境变化 这种产品出口的目标市场路径 也在随之而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教材呢 在这个地方就介绍了一些总结的 规律性的这种所谓的结论 那我们在这呢 也是简单说一说 不过分的去展开讲解 那先看传统的方式 当谈到传统方式的时候 我们又区分出两大种不同的类型的产品 一种产品呢 叫高新技术产品 对于这种类型的产品 在出口的时候 它一般会选择什么呢 出口路径 另外一种呢 就是低端的产品 它一般会通过什么路径来进行出口 我们看相关的结论 先看第一大类就是高新技术产品 那么对于这大类产品 还要区分出 它是来自于哪些不同的国家 这个国家呢 又分成两大种类型 一个呢就是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品 另外就是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产品 我们就最简单例子 比如说 美国生产发明的高新技术产品 和我们中国的企业 生产发明的高新技术产品 如果都选择出口这种方式 进入国际市场 那要记住 它的路径 从传统来讲 是不太完全一样的 其中 对于发达国家 所生产的高新技术产品 在出口的时候 它这样来做 首先呢 是进入经济发展水平 相类似的发达国家 它不会随便选择一个目的地 而是选择跟这个跟它自己 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类似的 其他发达国家 占领这些国家的市场之后 接着再以出口形式 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它是以路径 这种路径来走 就像刚才一种例子 如果是美国生产的 这种高新技术产品 那么它首先出口的对象 应该是谁呢 应该比如像欧洲的这些国家 像德国呀法国 这些国家市场占领完之后 接着呢 才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规律性的结论 那接着 如果是发展中国家 生产的高新技术产品 它怎么去走呢 规律非常的类似 首先是环境类似的发展中国家 占领这些发展中国家之后 才会转向发达国家 那我们发现 是不是这两大类国家的 高新技术产品 在传统上以出口形式 转移的时候 这个路径的规律非常的相似 怎么总结呢 都是先转移到与本国比较类似的 其他国家 发达国家 就是其他类似发达国家 如果是发展中国家 就是其他类似的发展中国家 然后再去转移到 跟自己不同的国家 如果是发达国家 就是转移到发展中 如果是发展中国家 那转移到发达国家 那这个结论呢 我们就很容易把它 梳理清楚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道理呢 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中文句老话叫 物以类聚 这个说法吧 那我们如果简单解释 就是说他之所以首先选择 跟自己比较类似的其他国家 那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两个国家 环境比较类似 所以说我们的技术水平 经营模式 市场情况 都可能非常的接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方国家市场 接受我们的产品 它的接受程度可能更高 所以我们首先 进入这个相似国家 它成功的概率 就会大大的增加 我们就可以有效的 控制相关的风险 这就是它背后一个基本的思路 那么这是我们这对高新技术产品 那接着看另外一类产品 是什么呢 就是低端产品 那低端产品呢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什么农牧 渔富业 这些相关的产品 包括一些未加工的一些产品 那么这种低端产品 一般怎么走呢 记住 一般首先都是发展中国家 提供 提供完之后呢 通常都是流向发达国家 那么这个规定呢 就被过多展开了 那这是我们传统的 这种路径方式 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 我们看着国际贸易的环境 在发生很大程度的变化 所以又出现了所谓的新型方式 新型方式的结论 跟前面传统方式明显不一样了 他这样来说 不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的国家 产业中的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的国别路径是什么呢 都是先到发达国家 特别是其中的美国 以占领世界最大市场 然后再走向 发展中国家 那么这就是新型方式 他所呈现出这种规律 都是强调 不管是发达国家 生产的高新技术产品 还是发展中国家 生产的高新技术产品 都是先流向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 占领全世界 对高新技术产品 需求最大的这个市场 以这个市场为什么 为桥头堡 利用它对其他国家 市场的辐射力 然后再转向 其他发展中国家 那么这就是强调这种规律 那么当然呢 对于低端产品来讲 这个规律仍然是规律 就是主要是流向发达国家 那么我们在这呢 就把所谓的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 把它简单梳理一遍 大家听完之后 再把这些文字 稍微读一遍就行了 不要花太多时间 那说完之后 接着呢 再看第二个内容 我们了解了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之后 那就意味着 我们知道了 我们出口的未定地国家 比如说 如果我是个发达国家企业 那我首先出口到其他发达国家 当我确定其他发达国家之后 接着要确定 在这个发达国家市场上 我们面对的目标客户是谁 这个内容呢 我们教材有一定的文字解释 但是呢可考性不强 所以这个内容 我就不再展开讲了 大家呢 也没有必要再去复习 我们直接把它略掉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在这就把 第一个目标市场选择的核心结论 把它简单提示了一下 那提示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进入第二个 需要决策的内容 就是选择进入战略 我刚才也解释过了 所谓选择进入战略 就是指 当我们确定完目标市场国家之后 接着要决定 以什么样的产品 出口到对方国家 这个内容 我们教材呢 也是有一定文字的解释 但是坦率的讲 也是可考性不强 所以我在这呢 只是简单的总结了一句话 大家呢 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他内容呢 就不再涉及 如果你自己有时间 可以把教材稍微读一下 那如果你时间很紧张 或者是不愿去读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直接选择放弃掉就可以了 那我所提到的这句话是这样 当我们选择进入战略的时候 最重要的战略决策 就是指 应该在全球推广标准化的产品 还是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 修改产品和营销组合 相信大家读完之后 对背后的含义很好理解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面对 不同的目标市场国家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考虑 我们是用同一的产品 同时进入这些不同的国家 还是说 需要根据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 我们推出不同的产品 那么这就是想到 我们选择进入战略的时候 需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两种选择 各有各的优劣势 就看你企业自己怎么去权衡就完事了 那这就是我们谈到选择进入战略 就把它结束掉 那接着看第三个内容 是什么呢 选择分销渠道和出口营销 这个标题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进入国际市场 以出口形式进入的时候 请记住 我们还涉及渠道的决策 那渠道指什么含义 我们前面呢 在营销战略已经解释过了 那我们在这儿教材主要是给我们介绍 相对于在一个国家内部开展营销 我们所设计的渠道 当我们以出口形式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 它所设计的渠道 有它自身的特点 那我们教材呢 就把这个特点简单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那我个人认为 相对而言 这些文字可考性要稍微高一点 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几个特点的原文的文字 我们适当多读几遍 不要求你背 也不要求你反复的理解 只要把原文的文字的线索 有一定的了解 这就可以了 那下边呢 我大致梳理一遍 按照我们教材的总结 当涉及出口营销 涉及相关渠道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强调 一般来说 国际分销渠道 比国内分销渠道要更加复杂 为什么更复杂呢 因为当涉及出口营销的时候 我们经历的环节会更多一些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我们在国内做营销 我们企业可能只要经过一个环节 就可以把产品转给消费者 比如说 我生产完之后 就把它转给代理商 代理商转给我交费者就可以了 那如果比较多的话 无非就两三个环节 我们先转给代理 代理转给批发 批发转给零售 零售转给我交费者 这是我们在国内做营销 但是如果以出口形式做国际营销的时候 这个环节会更多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 在出口的时候 除了我们常见的这些中间渠道成员之外 就是我们所讲的批发代理名书之外 还会涉及其他一些机构参与进来 比如说我们肯定有海关 有商检 有银行 等等等等 那就使得我们整个渠道的结构 会变得更加复杂一些 那么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然后第二个特点呢 跟它的第一个特点是相关的 由于做国际营销 它的渠道更复杂 环节更多 那就意味着它的成本也就会越来越高 这是第二个特点 然后第三个特点强调 出口商有时候呢 它就必须通过与国内市场不同的分销渠道 向海外市场进行销售 那就意味着 由于海外市场的需求特点 市场竞争特点 跟国内市场是不太完全一样的 所以对某些企业而言 如果它需要同时面对国内市场 和国际市场两个市场的时候 它就可能会准备两个不同的渠道 一个渠道专门针对国内市场 另外一个渠道专门针对国际市场 因此你可以想象 如果一个企业 它需要管理渠道种类越多 是不是管理成本就会越麻烦 成本就会越高 那这是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强调呢 国际分销渠道通常会为公司提供海外市场信息 包括产品的市场上的销售情况及原因 那就意味着我们企业 相关的企业在做出口的时候 由于它没有直接和海外市场相联系 被分开了 所以说呢 这些企业很难直接获得海外市场的相关信息 对于它的生产决策就会有不利的影响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海外分销渠道的成员 就会承担起这种信息反馈的角色 它需要把海外市场的有关信息 包括需求的信息啊 竞争的信息啊 能够及时反馈给国内的生产企业 帮助国内生产企业能够及时的加以应对 加以角色 那么这是我们所谈到相关的四个主要特点 大家再去把它稍微读两遍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谈到有关分销 分销说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教材针对分销这个内容 又给我们简单解释了一下 当我们以出口形式开展有关国际贸易的时候 那我们分销渠道到底涉及哪些不同的环节 我们其实在管理的时候有哪些不同的管理模式 又给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 这个内容应该说考试概率应该也并不是很高 所以我把它总结完之后 带着大家去把它简单梳理一下 你呢稍微有点印象就可以了 按照我们教材所做的总结 当涉及出口营销渠道的时候 所谓的渠道成员他称之类叫贸易中介 这个贸易中介呢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规律和描述 第一个方面 按照贸易中介开展相关经营活动的时候 是否拥有相关商品的所有权 就把这个贸易中介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叫代理人 一类叫分销商 这个大家呢听一听就可以了 他们的区别是这样的 如果从理论严格界定 记住是理论严格界定 因为在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变形 我们理论呢不可能涵盖 所有的现实情况 如果按照理论严格的界定 其中的代理人或代理商 主要是指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他并不拥有所经营商品的所有权 他只不过是替买方找卖方 或替卖方找买方 撮合买卖双方成交之后 他从中收取佣金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讲的代理人 而如果我们讲分销商 请记住分销商呢一般是指 在整个营销渠道运转的过程当中 他是首先要获得所经商品的所有权 然后呢再通过转卖出去 来获得相关的利润 简单的讲 分销商应该是先买 买完之后呢再卖出去 买卖的价差就弥补它的成本 来获得它的利润 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分销商 分销商如果具体来分 那一般来讲就分成批发和代理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种分类 把它了解到 然后第二个强调是什么呢 对销售渠道控制方法 就是呢对于这些企业而言 如果按照对销售渠道控制方法 我们可以把贸易中介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呢叫直接法 一种叫间接法 这个也很容易区别出来 所谓的直接法就是指 作为一个生产企业 我直接控制出口的营销渠道 而所谓的间接法就意味着 在整个出口的过程当中 我并没有直接控制 我和其他渠道成员之间 我们只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那么这就叫间接法 这两种方法呢 肯定各有各的优劣是 所以呢我们教材也简单做了一个介绍 我们在这呢也是大致受理一下 其中如果是直接法 就说明你这个企业是直接控制 所有的出口渠道的每一个环节 都是自己来做 那么这种方法有什么好处呢 好是说控制能力会非常的强 然后我们掌握的信息会非常的充分 但是记住 不好就在于成本会很高 因为每一个环节 你就都要亲力亲为 你的投资会很大 成本会很高 风险也会很大 那如果是第二种方式 选择间接法 那就意味着 我只是负责生产 出口渠道当中 其他的成员都独立的负责 他们各自要干的活 我和他们之间就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就叫间接法 那么这种方法呢 强烈是谁呢 成本会很低 我们有效的降低成本了 因为我只要负责生产就可以了 其他的交给别的成员来做 但是记住 他的控制能力会很弱 因为你和其他渠道成员间 只是个合作关系 他愿意跟你合作 就愿意跟你合作 不愿意跟你合作 你就没有办法了 同时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也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和摩擦 被强调呢 控制能力会很弱啊 同时信息呢 不足 那就意味着 对方是跟你合作 他有可能给你提供很多的信息 也可能不愿意给你提供信息 所以呢 就不利于生产企业 去了解海外市场的相关信息 那么这是我们关于贸易中介 教材呢 把这个做了简单的总结 那我带着呢 也是把它简单梳理了一下 那记住 这个也是考试概率相对比较低的内容 所以大家呢 听一听 有个大概印象 这就足够了 课下呢 这个地方不需要花时间 那说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关于整个分销的内容 就把它结束掉 分销结束了 那就进入第四个内容 教材给我们讲 以出口形式进入对方国家市场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给相关产品定价 因为价格高低 直接影响在该国市场 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那么从定价角度来讲 我们教材呢 主要是给我们简单介绍 几种不同的定价思路 这个内容 我个人认为 也是有相对一定的考试概率 所以建议大家呢 也是把这个 做一个潜在的出题点 我们适当多读几遍 记住这个说法 适当多读几遍 意思就是说 不要求你把它背下来 但是呢 这几种思路 你要能够能够把它写清楚 这就可以了 那我大致呢 把它解释一下 按照教材的总结 涉及出口市场定价的时候 有这么几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是谁呢 定价偏高 就是在出口市场上 国际市场上 我们定个比较高的价格 之所以选择定价比较高 那就是因为 我们相关的企业可能认为 海外市场消费能力更强 需求更旺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把产品价格 定的稍微高一点 所谓的高 就是指比国内市场比较更高 那通过这种定价比较高 来帮助企业 获得更大的这种收益 这是它的第一个选择 然后第二选择是谁呢 制定时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 收益水平接近的价格 那换句话来讲 持有这种选择 或者愿意选择这个的 企业一般的观点就认为 海外市场跟国内市场 是同样的市场 我们要一视同仁 所以说呢 在制定价格的时候 我们价位水平应该是差不多 保证企业获得收益水平 也是大致对等的 这第二个可能选择 然后第三个选择就是 在短期之内定价会比较低 即使收益偏低甚至亏损 也在所不惜 那么这是可能的第三个选择 其实这个选择 大家就可以联系什么去理解呢 联系我们前面讲 营销战略设计定价的时候 我们讲过一种方法叫什么 叫渗透定价法 能想起来吧 我们前面强调过 渗透定价法 我们是以低价来进入市场 那低价出发点是什么 出发点是为了迅速扩大 你的市场占有率 能够站稳脚跟 所以如果在出口市场 我们选择这种定价策略 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短期之内 把价格定得很低 怎么低呢 比国内市场也低 那可能在出口市场当中 比金融对手产品价格也低 那我们听便 凭借这个低价 就可以扩大我们的市场份额 让我们的产品 在对方国家市场 能够站稳脚跟 站稳脚跟之后 我们再去考虑 未来的盈利的问题 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选择 然后第四个选择是谁呢 只要在抵消变动成本之后 还能增加利润 那就按能把超过 国内市场需求量的产品 销售出去的价格来定价 这个翻译的有点拗口 而且坦率的讲 翻译的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那我们在这呢 不直接读原文了 我把思路简单说一下就可以了 第四个选择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在海外市场定价的时候 我们价格定得非常的低 甚至比我们成本还低 我们就算亏损也不考虑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比成本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 请记住 我们的价格 只要能够把变动成本收回来 就可以了 我们短期之内不考虑固定成本 那么大家可以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 这个选择背后的思路是什么 思路非常的简单 就是可能表现为 你这个企业产能严重过剩 生产的很多产品大量挤压 国内市场消化不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通过海外市场把挤压的产品 把它给消化掉 那说白了就是倾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了达到倾销的目的 我们会把价格定得非常的低 第一生产成本 但是只要能够把变动成本收回来 那就意味着我们企业还可以有钱 用于再去购买原材料 再去雇佣劳动力 保证我们且能够简单再生产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所强调第四个 它的选择背后的道理 我们把它简单了解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把呢 有关定价的内容 把它梳理清楚了 请大家呢 再去适当读几遍 我们把它梳理清楚 把它理解一下 那这个说完之后呢 我们所讲的第一种模式 关于出口的相关内容呢 就把它整体 把它过了一遍 那说完出口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方式 教材给我们讲的是 对外股权投资 那我刚才就提示过 对外股权投资 应该作为一个 相对明显的出题点 所以我给它是三星 我们建议大家要掌握 从过去的考试来看 这个地方呢 选择题的量 要稍微大于主观题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建议 把这两种题型的 都能够有效的加以应对 不过按照我们今天教材 最后所留的内容来看的话 这个点在主观题出题的量 或者概率应该并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复习的时候呢 如果受到时间的限制 我们可以主要应对 选择题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儿 首先请大家呢 要准确记住 当谈到对外股权投资的时候 它的基本分类 我们掌握分类之后呢 再按照分类去掌握细节内容 那对外股权投资 首先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呢 叫对外政权投资 第二叫对外直接投资 在这个基础之上 对外直接投资 又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叫全资子公司 一个叫合资子公司 我们首先把分类呢 把它标题梳理清楚了 我们掌握这个分类逻辑之后 接下来就按照这个分类 我们去掌握 与之有关的详细理论知识 那这里边我们先复习 第一个内容 就是呢 对外股权投资 它分成对外政权投资 和对外直接投资 那我们先把这两种类型的内容 把它掌握到位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就是对外政权投资 对于这个对外政权投资 我们先理解它的含义 教材呢 有一句话 这句话呢 我就不再念了 我用我的语言简单解释一下 所谓的政权投资就是指 我们相关企业 在选择对外股权投资的时候 记住 它的投资对象是谁 是别的国家政府或企业 所发行的有价证券 所以我们称为叫对外政权投资 不过这里边呢 我们主要指的是 别的国家的企业 所发行的股票 这是我们最直接理解的 那你可以想象到了 如果我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投资的对象是 别的国家的企业 所发行的股票 是不是意味着 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我们企业只是持有对方的股权 而我们并没有直接 参与对方的日常经营管理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谈的 叫对外政权投资 它的基本思路 把它处理清楚 那处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教材就给我们介绍 对外政权投资这种方式 我们所谓的优点或缺点 那下面呢 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些文字 我们适当的读几遍 这些文字在我的讲义当中 都是用一个表格的形式 把它归纳起来了 那么大家安排好时间 多读几遍啊 那我们先看所谓的优点 所谓的优点 按照教材原文 他这样来解释 购买外国股票 可能出于若干重要 战略因素考虑 那就是我们所讲的 优点的表现 第一个是谁呢 证券投资可能成为 直接投资的前奏 关键词呢 就在于前奏 意思就是说 我们企业可能是打算 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 来进入对方国家 但是可能 可能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 认为现在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 条件还不是很成熟 风险可能还很大 所以呢 我们且就决定 我们先选择 对外政权投资 利用这种 对外政权投资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尝试 去试探一下 对方国家 它整体的环境 那如果认为 环境成熟了 适宜了 我们接着再去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所以我们承担的风险 可能就会有效的降低 这是它的第一个 所谓优点或考虑的因素 然后接着看第二个 证券投资呢 可以作为企业 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它有可能 有助于加强技术 许可任何销售协议 这句话也是翻译过来的 如果直接读完 不太好准确理解 那我请大家注意 在这句话当中 它有个关键词是哪个呢 是长期计划 这个词 我们希望大家和前面 我们学过的一个质点 联系起来去理解 什么内容呢 战略联盟 和它联系一下就可以了 依次就说 我们企业在整个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选择战略联盟这种形式 来帮助企业进一步去发展 这是没有错的吧 那你想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战略联盟 是不是有相关的类型 符合我们所讲的对外政权投资 应该是有的吧 比如说我们选择相互持股这种方式 或者我们选择具体的其他一种方式 那么这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意味着 我们证券投资就可以帮助企业建立这种所谓的战略联盟 建立这种战略联盟之后呢 就可以帮助企业跟别的国家的企业 我们加强这种技术交流 加强这种所谓的销售合作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大家呢 把它数据清楚 这是第二个主要动机 或所谓的考虑因素 然后第三是谁呢 我们企业通过证券投资 也可以扩大企业在其他国家利益的一种方法 也可以扩大其他利益 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我投资对方企业发行股票了 我可以获得股利分红 我投资对方股票 我是股东了 那我就可能会去了解对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那我就可以掌握对方企业 经营管理一些技术一些思想 来改善我们自己的管理思想 那么这就是其他利益典型的表现 我们大家呢 只要简单知道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儿就把对外证券投资 教材所讲的若干重要战略因素 把它数理清楚了 那按照我自己的总结 我把总结叫优势 那有优势同时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缺点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看看教材所讲的对外证券投资 它的缺点 大家这里边要注意一个措辞 什么措辞呢 教材这样来想 间接投资有两个基本弱点 又出了这样一个词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所讲的对外证券投资 也叫对外间接投资 那我一会儿讲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呢 再把它和对外间接投资对比就可以理解了 我们在这儿呢 先谈一谈它的两个基本弱点 第一个弱点强调 证券投资虽然涉及所有权问题 但是很少或没有涉及管理和控制问题 不能够管理企业所持有的相关资产 这句话呢 我们请大家先辨识几个细节内容 最关键是哪个呢 就是这里边所讲的企业指的是哪个企业 是投资企业还是接受投资的企业 把这个辨识清楚 这个企业应该指的是接受投资的企业 意思就是说 假如我们是一个投资企业 现在呢 我们选择通过对外正确投资 持有了别的国家某一个企业的股票 那你会发现 虽然我持有它的一部分股权 但是呢 我们一般不强调 我们会参与它的正常基因管理 如果我们作为股东 我们只是持有股票 不参与它的日常基因管理 那势必为了我们也不可能去直接掌控调动 这个企业所拥有的各项资产 我们是不能够直接支配的 这是它的第一个缺点 然后第二点是谁呢 证券投资很难充分发挥 该公司的技术或产品的优势 那这里边要注意到 这个所谓的该公司 我们该怎么理解 这个地方所讲的该公司 应该指的是投资的企业 而不是接受投资的企业 就是因为如果这家公司 选择对外证券投资 来持有对方国家某个企业的股票 它只是个简单持股 在持股的过程当中 它并没有把自己所拥有的产品 技术转移过去 所以它的产品技术优势 在该国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那就意味着也不可能给它 带来相关的优势或者是回报 那么这是我们所谈到 对外证券投资 它的两个基本弱点 再去把它简单读几遍 那我们首先把对外证券投资 把它解释清楚了 那解释完之后 接着我们看第二种类型 叫对外直接投资 教材也是有个完整的定义 这个定义我们简单过一过 稍微解释一下 大家也是把它稍微理解到就可以了 所谓的对外直接投资 就是指 企业将管理技术营销资金等资源 以自己控制企业的形式 转移到目标国家 以便能够在目标市场上充分发挥进入优势 这叫对外直接投资 那我们怎么把它适当理解 很简单 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 请记住 我们企业向对方国家转移的是什么 转移的是资源 请记住 这个资源就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态 比如我们可能转移是我们所用的专利技术 可能是我们所用的品牌 也可能是我们所用的设备设施 当然也可能包括我们的人员 把这个资源我们转移到对方国家 然后在对方国家 我们直接投资建厂 同时要记住 我们所投资建厂 我们企业是自己直接控制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意味着通过这种转移 我们这个企业在当地 就直接形成了现实的生产能力 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为叫 对外直接投资 那我们回过头再去想一想 刚才我们讲对外证券投资的时候 我们可以理解 如果涉及对外证券投资 那我们转移的是什么 我们转移的肯定主要是资金 通过资金的转移来获得对方的股权 没有错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种资金的转移 并没有帮助我们企业 在当地直接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 它是个间谍的过程 怎么间谍呢 是我们通过投资 先持有对方的股权 对方企业通过发行股票 拿到我们转移给它的资金之后 再去采购设备 采购原材料 采购专利技术 形成生产能力 所以说呢 这个过程是个间谍的过程 那因此 我们前面所讲的对外证券投资 也称之为叫对外间谍投资 这就是这些概念之间 它的简单的逻辑理解 如果大家把它知道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解释完对外直接投资 它的基本含义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教材 主要是给我们总结 对外直接投资 它有关的优点 它的缺点 也是这样的逻辑 那我们在这呢 先梳理它的优点 这个优点呢 文字相对比较长 我的讲义呢 也是把它栽出来 在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分解为一句一句一句 其中每一句的关键词 都把它单独提出来了 所以大家在读的时候呢 我们又重点关注这个关键词 然后再适当把它拓展 理解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企业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 进入对方国家 它呈现的第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缩短生产跟销售的距离 因此可以帮助其有效降低 有关的运输成本 或者说呢 物流成本 这个相信大家可以 很好地去把它理解到位 因为对外直接投资 相当于是在当地建厂 当地生产 当地销售 那就意味着 我们生产的时候 原材料都从当地采购 所以说 我们整个的距离会比较短 同时 我们生产完之后 产品就在当地销售 那就意味着 跟当地市场的距离 也非常的短 相应的 我们运输费用就会明显的降低 那这个是跟谁比呢 跟出口这种形式 因为前面说过 出口是什么 在本国生产 然后转移到对方国家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整个运输距离 可能就会非常非常长 比如说从中国生产 出口到美国 那这里边有很长的距离 那我们就说 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是第一个优点 然后第二优点是什么呢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是在当地直接生产 所以呢 可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 包括廉价的原材料 能源 这些生产要素 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当地 这些比较廉价的生产要素 就可以帮助企业 有效降低制造成本 那降低制造成本了 那说明我们产品价格 就可以把它控制下来 所以我们企业在当地市场 就可能会具备 价格上的竞争优势 这是它的第二个好处 然后第三是谁呢 能随时获得当地市场的信息 和产品的信息反馈 说而呢 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 来调整生产 主要强调 采用对外直接 投资这种方式 它的信息反馈速度 会非常的快 我们企业 就可以很及时的 对当地市场的变化 我们做出调整 做出应对 这是跟谁比 也是跟出口比 因为我们说过 出口是在本国生产 然后呢 把它转移到对方国家去 在这个过程 我们出口的时间 可能会非常的长 我们企业并没有直接 跟对方国家市场 这样联系 所以对方国家市场 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 比如需求的变化 经济变化 我们很难及时掌握到 那就会影响 我们企业做出应对 现在呢 采用对外直接投资 是在当地市场 直接生产 直接销售 我们其实直接 接触当地市场 所以说 对信息的反馈 会非常的快 那我们企业整个的 静的灵活性 就会非常非常的强 那么这是想到 它的这样一个优点的表现 那接下来呢 还强调 采用对外直接投资 这种方式 还可以使企业 跨越东道国政府的 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 我们到这呢 先把它停下来 优点也非常明显了吧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优点是相对于谁 记住 也是相对于出口对应形式 因为如果你这个企业 仅仅是简单的 用出口形式 进入对方国家 那对方国家 出于某种目的的趋势 可能就会设置各种 贸易和非贸易的壁垒 像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些关税呀 一些技术上的 一些标准呢 等等等等 那么这种壁垒 就会导致 我们出口就会受阻 现在呢 如果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 那在现实当中 很多国家 都会欢迎外来投资 所以说 对于对外直接投资 一般不会设计 这种所谓的壁垒 那我们且就可以 有时把它避开 这是个很典型的线索 在这个期术呢 还告诉我们 有时直接投资 还能享受东道国 提供的某种优惠 也就意味着 东道国政府 会对于直接投资这种方式 提供一些 正常优惠措施 像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在前些年 对于海外的直接投资 都会提供很多优惠政策 对吧 包括税收的优惠政策 土地的优惠政策 等等等等 那就可以帮助 我们相关的投资方 在当地经营的时候 降低很多的成本 带着很大的便利 那么这是它的优点 另外一个表现 那总结完这个优点之后呢 接下来最后一条 要记住了 这就是教材所讲 它的缺点 缺点呢 用一句话总结出来的 也很好懂 是什么呢 需要大量资金 管理和其他资源的投入 因为直接投资 我们需要资源更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意味着我们企业 风险会更大 灵活性会比较差 这个灵活性指什么 灵活性 指的是当你完成 直接投资之后 你想调整的时候 我们很难调整 因为体量相对比较大 那这是它灵活性的一个表现 所以把它树立清楚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对外直接投资 它所谓的优点缺点 我们统一 用这些不同内容 把它概括起来了 大家再去适当 把它树立到 这就可以 那说完这个之后 就相当于 我们把对外股权投资的 第一层分类 就是分成 对外政权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它的内容呢 就把它结束掉了 那这个结束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再去学习 第二层分类 就是其中的对外直接投资 又分成合资和权资 把这个相关内容 再去把它梳理一下 那这个内容 在我讲义当中 也是用一个表格的形式 给它做了一个总结 那请大家呢 也是合理安排好时间 我们适当把它读几遍 那下边呢 我们来说一说 首先呢 我们去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叫权资 什么叫合资 这两个词 相信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其中 所谓的权资 就是指 由母公司 拥有子公司 全部股权和经营权 我们可简单的概会 是百分之百控股 对吧 然后呢 什么叫合资呢 所谓的合资 我在这呢 用四个共同 把它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共同投资 共同金融 共享收益 共担风险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合资 而且合资这个词 在我们前面讲 战略联盟的时候 我们曾经设计过 这个大家把它知道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了解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教材所总结 权资的优缺点 合资的优缺点 那我们注意把它简单梳理 这里边首先设计 就是权资的优点 优点呢 有两条 大家呢 也没有必要把原文 都把它背下来 我们适当梳理 知道它的主体思想就可以了 所谓的权资的优点 第一条是谁呢 管理者可以完全控制 子公司在目标市场的 日常经营活动 这是它的第一个线索 意思是说 它是你的权资子公司 百分之百控股 所以说 这个子公司 在该国市场 如何展开经营 怎么去开展相关的活动 采取什么措施 都是你自己说了算 不会受到其他方的干扰 或者干涉 这是第一个线索 然后第二个线索呢 如果是全资这种形式 当你设立子公司的时候 你所投入的这些资源 破获这种所谓的 有价值的专利技术啊 你的生产工艺啊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不会流失 也就是说 都不会被当地的其他企业 窃取 拿走 或者是穴道 那对于你来讲 就可以获得你的相关的金融优势 这是我们第一个优点 它包含了两个线索 把它处理清楚 那接着第二是谁呢 可以摆脱合资性的 在利益上 目标等方面的冲突问题 从而使得国外子公司的 经营战略 与企业的总体战略 融为一体 那我们可以体会出来 它的第二个优点 其实相对于谁 相对于我们后边所讲的 合资而言的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 当采用合资的形式 我们一定是在当地 找到合作伙伴 共同投资 共同来经营 但是呢 在合资的过程当中 参与合资的各方 它的目的可能不一样 合资经营如何经营 想法不一样 我们挣钱了之后 这个利益怎么分 观点可能也不一样 那这种差异 就会导致合资各方 可能会产生矛盾 可能会产生摩擦 那这种矛盾和摩擦 是不利于合资企业发展的 同时 由于存在合资的 合作伙伴 所以说呢 你这个企业 就不可能完全控制 合资企业的发展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合资的子公司的发展 跟你总公司的发展率 就可能会不太完全一样 那这就是想到 它的整个合资的缺点 那把这缺点反过来 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全资的 它的第二个优点 说这个大家呢 把它数理清楚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全资的优点 两条简单说了一遍 那接下来 就是教台给我们讲 全资的缺点 缺点呢 有三条 也是希望大家 以掌握思路为主 第一条 这样来说 这种方式 可能会耗费大量的资金 那如果你要想建立一个 百分之百控股的 全资子公司 你这家企业呢 就必须在内部集资 或者呢 在经商上融资 来获得资金 那怎么理解呢 意思是说 对你的资金压力 可能会比较大 要求你具备足够的资金的实力 或者有很强的融资能力 这是它第一个缺点 然后第二缺点是谁呢 强调关键词是资源这两个字 接着关键词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全资的子公司 那就意味着 这个子公司基因 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都是你自己来提供的 包括资金 包括专利技术 包括生产设备 包括相关的人员 都是自己来投入 那这个资源的量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们知道 投入越大 说明什么 说明 风险也就会相应于越高 这是它第二个缺点 然后第三个缺点强调 由于采用全资方式 在对方国家展开经营 那就意味着 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你是没有东道国企业的合作 和参与的 所以 你这个全资子公司 就很难获得当地政府 所给予的一些相关优惠政策 你也没有当地合作伙伴 替你去出头 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 大家知道 我们中国的老话叫什么 叫强龙不压地头蛇 你做一个外来户 你在当地 很多方面你是不熟悉的 你也可能不了解 当地一些潜规则 一些办事的要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采用全资子公司的时候 你没有当地合作伙伴 给你合作 那在某些方面 就可能会面临困难或者障碍 那这点呢 也是我们全资 很大的风险和缺点的表现 这个大家呢 也是把它数理到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有关全资的内容 就把它整体解释了一遍 解释完之后 接下来就看 第二种类型叫合资 合资的含义呢 已经解释完了 那针对合资 教材呢 主要是给我们讲 首先合资的动因 这个动因呢 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考过 应该也是一个很细 很碎的一个内容 那我在这去点数理一下 那我不展开讲 大家如果个人有时间的话 可以把这个内容 我们教材原文的解释 拿过来 稍微读一下 如果你没有时间 那这个内容呢 可以把它直接放弃掉 我们看一看 教材讲合资动因的时候 用了这样一个表格 表格下边呢 还有很多文字做解释 那我们就拿这个表格为主 来简单解释一下 请大家先观察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如果你看完之后 你能不能跟前面 我们学过的一个内容 把它联系起来 我们前面呢 曾经讲过一个 类似的一个表格 叫什么呢 叫安索夫矩阵 能想起来吧 你会发现在这个表格当中呢 它用了两个维度 一个维度呢 是市场 一个维度是什么 一个是产品 这两个维度都分成 现有的和新的 因此出现了四种组合 那这四种组合 在前面 对应的就是四种战略 没错吧 那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用这四种组合 告诉我们 我们企业可以用合资的形式 来实现相关的目标 那怎么说呢 比如第一个 现有产品 面向现有市场 那就意味着 我们企业主要采用市场渗透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采用合资的形式 来实现市场渗透 比如说 我找一个合作伙伴 我们建立合资企业 那通过合资企业的建立 我们扩大规模了 扩大规模了 我们规模进向就出来了 我成本就会降低 成本降低 可以下调价格 价格下调了 是不是就可以刺激消费者 更多消费你的产品 很典型的例子吧 那这就想到 我们第一种组合 非常简单 那合资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各种环节来合资 比如说 我们生产环节合资 我们的研发环节 我们合资 等等等等 这是我们第一种组合 然后接着呢 看第二种组合是什么呢 现有产品 我们推向一个新的市场 按照前面的组合 这叫什么 这叫市场开发 没错吧 那就意味着 你这个企业 想把自己产品 打入一个新的市场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 合资的形式 我们找一个合作伙伴 这个合作伙伴呢 在该市场 有很强的销售渠道 有很强的影响力 然后通过合资的形式 我利用合资 合作伙伴的 营销渠道 它的市场影响力 带动我的产品进入该市场 所以这也是很典型的 那此外呢 再看看谁呢 我们这个组合 是新产品变向现有市场 那就说 你这个企业打算在现有市场 都推出新的产品 那怎么办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 合资的形式 找一个合作伙伴 比如说找一个国外的合作伙伴 那找到完之后 我们建立合资企业 在这个合资企业当中呢 就可以把这个合作伙伴 它的产品引进来 可以更好地满足 现有市场当中消费者的需求 同样道理 我们就会一种组合 你这个企业呢 打算推出新产品 并且变向新市场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 合资形式来实现 我们找一个合作伙伴 它有很好的产品 是我们以前没有经营过的 同时呢 通过合资生产出来之后 再利用合作伙伴的资源和能力 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 那也就可以实现 所谓的多元化战略 那么大家就把这思路呢 简单树理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难度不大 考试概率也不会很高 那说完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教材 就围绕这个所谓的动因 给我们简单总结了 合资这种方式 它总体的优点 这个优点呢 文字非常的少 我们大概看一看 强调第一个方面 它可以减少 国际化经营的资本投入 因为我们采用 合资这种方式 一定是找到合作伙伴之后 我们共同来投资 是不是意味着 其中的每一方 需要投入资本都会很少 投入资本少了 那我们且压力就会减轻 那我们损失的风险 也会大大降低 这是第一个优点 然后第二优点是谁呢 有利于弥补跨国经营经验不足的缺陷 有利于吸引和利用东道国核资方的资源 说白了讲 就是利用合作伙伴来弥补你自身的不足 包括你经验的不足 包括你资源的不足 这是想到核资的主要优点 当然核资呢 也会存在很明显的缺点 这个缺点呢 教材用了一个字把它概括出来 是什么呢 就是协调成本可能会非常的高 因为合资毕竟是有多方共同投资来形成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合作伙伴 他们彼此的目标不一样 他们的观点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那就需要进协调 协调的时候 协调成本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之下 由于协调不好 而导致他们之间产生矛盾 产生冲突 会使得整个合资就会失败告终 在这个地方 我要举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我们国家最近一些年 包括前些年 我们在整个吸引对外投资的时候 我们力度很大 在很多地方都成立了很多的合资企业 那这方面的例子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就举个很典型的例子 这是在好多年以前的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就是在我们现实当中 有两个很著名的饮料企业 一个就是可口可乐 一个是百事可乐 但除此之外 我们中国的大陆市场 还有很多我们本土的饮料企业 那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什么地方 发生在四川 在若干年之前 我们国家的大陆市场 除了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之外 在很多地方 还有地方性的可乐产品 在四川这个地方叫什么呢 叫天福可乐 在座的各位不知道听说过没 尤其是四川重庆的学员 如果你年龄小 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那么当时这个地方 叫天福可乐 而这个地方性的企业 为了拓展天福可乐的市场 打算从四川扩展到全国 他怎么办呢 他就把百事可乐吸引过来了 和百事可乐建立一个合资公司 他的出发点非常的好 就是希望利用百事可乐 他的经验 他的实力 来带动天福可乐 走向全国市场 出发点非常的好 但是成立完合资企业之后 他就没有成功过 为什么呢 因为百事可乐进来之后 就根本没有想过 把天福可乐扩大到全国市场 在正常的经营过程当中 百事可乐派来的人 他开始干什么 慢慢慢慢的减少天福可乐的产量 最后直至把天福可乐品牌取消掉 是不是中外双方的出发点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之后呢 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矛盾最激化的时候 是什么表现呢 中方派自己人员入到企业里边去 外方派人员入到企业里边去 那说白了 就有了两套班子 两套班子谁都不让谁 那你说这个企业还能正常运转吗 是不可能正常运转的 后来呢 没办法 这个中方企业就被迫把这个外方告到了法院 要求解除合资关系 并要求相关的赔偿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合资产生协调的主要问题 把它理解到 那理解完之后呢 下面对这个协调 教材就稍微展开了一下 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 包括什么呢 包括合资各方 目标差异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协调一下 还包括呢 合资各方 文化上也分在差异 那我们也需要一定的协调 这个就把它展开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有关合资的内容 也就把它全部结束掉了 希望大家按照刚才的提示呢 再去把它整体的梳理一遍 就可以 合资内容说完了 就意味着 我们所讲的有关 对外股权投资 我们所设的理论知识 就全部结束掉 请大家呢 合理安排还有时间 再去把它适当读几遍 这就可以 那说完这个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进入 第三种模式的学习 教材介绍是 非股权形式 这个内容 教材的编写 文字量相对还是有的 但是呢 考试概率是极低的 所以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不建议大家 再去看教材 把教材的看得太细 这是不需要的 那我们在这呢 就建议大家 按照我讲课所做的提示 简单掌握 这一个小的线索 这就可以了 那首先呢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非股权安排 或非股权形式 跟前面所讲的 直接投资和贸易 也就是出口 是什么关系 关系呢 用这样图 可以简单的概括出来 非常清楚 非股权形式 或非股权安排 它就相当于 对外直接投资 和出口 两种方式当中 折中的一种方式 就这么简单 而细的内容 我们就不用再去管它 那了解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总的就是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所学习的 非股权形式 或非股权安排 在实物当中 有哪些具体的形式 那我在这呢 稍微解释一下 大家也是简单 听听就可以了 课下就不用再花时间 那第一种合适呢 就叫合约执照 什么叫合约执照呢 我们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是一个中国的企业 我们的中国企业呢 市场的影响力很强 有很好的品牌 但是现在受制于 我现有生产规模的限制 我没有办法进一步 扩张我的市场 怎么办呢 我这个时候就找 国外的一个企业 国外这个企业呢 它有很好的生产条件 规模很大 技术很成熟 但是呢 它的市场影响力 可能稍微要弱一些 那我就找到它 我们就签了一个合作协议 怎么合作呢 我把我的生产要求告诉它 它利用它的生产条件 按照我的生产要求 生产出产品 生产完产品之后 交给我 我对中方企业 我再用我自己的品牌 把它卖出去 这叫合约执照 所以把它理解到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种产品方式呢 叫服务外包 这个呢 也是比较常见的 什么叫服务外包呢 就是我们企业 作为一个正常的经营实体 在经营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需要很多服务 比如说我们有个办公大楼 那我可能需要物业服务 那我们有整个计算机系统 我们需要相关的硬件 和软件的维护服务 这是什么的服务 那么我们企业呢 我们主业肯定不是物业 或者这种计算机系统 所以为了突出我的主业 把我的资源集中起使用 那我就可以选择 把这种服务外包出去 整个大陆的物业 我外包给一家公司替我来做 我整个企业内部的计算机系统 包括整个内部网的设置 内部网的维护 我也把它外包出去 这叫服务外包 那接着第三呢 要订单农业 什么要订单农业呢 这种方式主要是在 哪些企业存在 就是那些生产过程当中 需要使用农产品的企业 它会用这种方式 我们就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是一个饮料生产企业 我需要生产苹果汁 那你会发现 我的原料肯定就是苹果吧 那我需要大量采购苹果 那怎么办呢 我就到国外找相关的农场 它的种植条件非常的好 苹果质量可能非常非常的好 我找到它跟它签合同 签完合同之后呢 在约定的时间之内 那这个农场呢 就必须按照我们要求 去种植相关的苹果 苹果成熟了 这个苹果我们全够把它包下来 我们用于生产果汁饮料 那么这叫订单农业 非常清楚 那接下来呢 下一个叫特许经营 这个呢就不太完全展开了 所谓的特许经营就包括两方 一方叫特许方 一方叫授许方 也叫被特许方 其中呢 特许方拥有很好的经营模式 也可能是拥有很好的品牌 特许方可能有资金 但是呢 没有这种所谓的经营模式或品牌 因此这个特许方 就可以把自己拥有所有权的品牌 或经营模式 许可给授许方来使用 记住是使用 它不能用所有权 而这个授许方 拿到这个使用权之后 在正常的使用过程当中 要按照双方的约定 向这个特许方 来支付相关的费用 比如说什么特许费 什么之类的费用 那么这是我们想找特许经营 听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呢 就是许可经营 许可经营思路呢 跟特许营非常的类似 但是在实物当中 具体做法不太完全一样 那基本上是什么呢 也是说有一个许可方 有很好的专利技术 有很好的资源 有很好的品牌 然后呢 它许可给背许可方 来加以使用 从这一点 跟特许营非常接近 但是呢 有很多细节的表现 不太完全一样 那我在这呢 就不把它展开了 我们这样就可以啊 然后所有还包括呢 所谓的管理合约 什么叫管理合约呢 所谓的管理合约 就是指我是个企业 由于我企业本身呢 管理能力比较差 可能企业经营效益 就会非常差 那怎么办呢 我就找另外一家企业 这个企业有很好的管理团队 管理能力非常强 那我就委托这个企业 派出管理团队 到我这个企业 替我来做管理 然后呢 我给它支付用金就可以了 就叫管理合约 这个在我们酒店业 可能比较常见 因为大家知道 在国际上呢 有很多著名的酒店管理公司 它可能本身呢 并没有具体酒店来管 但是它具备很强的 酒店管理经验和技能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国内的很多酒店 都是委托这些酒店管理公司 来管理 那这是我们所讲的 叫管理合约 这个也是请大家 把它简单了解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有关非股权形式 建议大家去了解东西 就把它树立完了 其他的教材讲的 那么多详细的理论的东西 那我就不建议大家再去看 因为从考试来讲的话 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就相当于把 三种进入国际市场的 模式的相关内容 就把它完整处理清楚了 那请大家呢 也是要合理安排好时间 我们分出轻重缓急 把它加强复兴 都回来说完整员事件 就是那个东西 帮助理换来 是个人的 特别的